我到一网新能源来招网约车司机了 然后他就是给我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买了个车子 方大哥说自己刚来杭州想找点活干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网约车司机的招聘信息 8月6号去杭州萧山区南修路上的 一网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面试 一番操作之后第二天就提了这辆吉利几何A 方大哥说自己从来没坐过网约车司机 当时也没仔细看签的是什么合同 直到收到了几条短信才觉得不对劲 短信上写着 本笔贷款由奇瑞契金和农业银行联合放款 批付金额15万9550元分67 每月还款3400多 当时他们有没有跟你说是需要你来买车 没有啊 他只是说招聘叫我来开网约车 看到银行里发了这个信息 那知道我知道他们是在给我买车了 我说不要了不要了 他说那你放在这里 8月11号方大哥跟杭州一网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签了一份车辆回租协议 约定由甲方运营还月工 还满67 车子归甲方所有 协议还约定了乙方方大哥退车时的一些条件 此外 双方在8月16号签了汽车转让合同 约定在乙方杭州一网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付清银行贷款后办理过户手续 但一天后方大哥就后悔了 我的心理压力大 他这样说 他说挂到他们公司 出了什么重大责任啊 都是我的 那我肯定怕 对不对 那我就把自己车子要回来 这个责任谁敢承担 他就叫我签这种签拿着合同 我看了没看 方大哥说 现在车子已经要回来了 自己就是想讨个说法 为什么明明来应聘网约车司机 最后却莫名其妙买了车 你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他这个事情 你找上面的人 不要找我 找我没有用 这是你接待我的 找我没有用的 当初怎么跟他就是宣传介绍的这个事情 这个不方便说 他说自己来那个 找领导嘛 做网约车司机为什么会变成买车的了 不用拍 不用拍 OK 我们这边不接受 这个镜头不用拍 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嘛 就他说他是在你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们就给他买一辆车 这个事情是不是舒适的 您觉得可能吗 都是成年了 您觉得可能吗 这东西你们不用采访 公司负责人不愿多说 有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了一份退车协议 8月17号 方大哥退回公司的几何A车辆自己收回 与一网新能源公司签订的车辆回租协议作废 由本人承担车辆的一切事情与公司无关 我说自己买了个车 买了车现在他不想开了 不想开了呢 那我公司回收 回收回来之后我们把车不要租出去嘛 然后后来呢 他又想把这个车拿回去 我说拿回去 那以后你这个车 那我就不负责了 可是他现在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过来了 是不是又要退车 买车的是走金融的 这个我们没有这个合同 金融也问得很清楚了 这个钱你认不认 这个你认可人家才会放款 你不认可人家会放款吗 该签的字他都签了 公司负责人找出了方大哥手机里 与奇瑞灰银汽车金融股份服务有限公司 签订的电子合同 8月6号 方大哥把这辆价值16万3000元的 2022款几何A做了抵押贷款 总金额15万9550元 合同的第一页 就是一张风险告知函 上面写着 当购买车辆或办理贷款过程中 一些行为可能涉嫌欺诈或诈骗 请谨慎对待 方大哥说 第一个月的还款 公司已经帮他交了 但后面的都要自己还 家里两个孩子 一个上大学 一个在初中 我这个压力你说大不大 还有去年买的一个车子 我新买的一个车子 贷款也还有11个月没还清 你说我一个月 贷款要加上他这个要7、8千 方大哥希望退车 他表示会继续跟公司协商 幽白巴黄金眼 记者报道